这白果有很多功夫 不过可能因为名字不好听 所以吃白果的人就越来越少 挺好的 不会爆的 这么大粒 这个就给它一个赞 已经开始要预订新春宴值 应该要开始有了 分第一轮 年三十万 哈啰各位观众 早晨 今天就已经来到星期三了 休息了两天 没有拍摄 趁着今天下月我们去喝早茶 今天和老婆去喝早茶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半堂村 现在早上8点15分 我们今天去哪里喝茶 竹溪 即是黎湾湖边的竹溪 好像在唐历院旁边那间 那里进去的 如果说到坐地铁 其实是乳房地铁站会近些 只不过我们在中山泊走过来 就不用转线而已 就是懒一次转线 所以进来半堂村走一下 今天天气有些转变 终于下雨了 据说还会下几日雨 但是都是这种无无小雨 即是不算很大 会凹湿鞋 但是不单只勉强可以 但是好像要单只那种感觉 很矛盾的 港村是什麽地方呢 大家如果没有在广州住过 老广州可能不知道 我们每年都会来看龙船 有时候是直播 有时候是拍片 其实就是看这里的村民 他们爬龙船的情况 在这边 顺路的老婆兜兜转转 带我们走一些小巷 来到荔湾湖真是快 我还以为要兜外边半堂 福地巷去面那条街 一路走过来就不用的 虽然今天下雨了 但是很多叔叔阿姨 过来神运的疫情都不减 当然少了 我老爸来 哇 多人都说 全部都是人 今天就肯定是少些的 那里如果早去 拿到位是可以坐窗边 但是不坐窗边 都不会太差太逼劫 以前是一位难求 以前曾经一段时间一位难求 因为现在太多人 现在太多人 荔湾湖周边 是很多喝茶的地方 有便宜的有贵的 所以没有以前那麽火爆 但是也很多人 上去都要慢慢找位才行 我最记得就是那条油炸轨 手臂那麽粗的油炸轨 很夸张 最横横横 我们现在准备过这条桥 古桥是五眼桥 在公园里面很有特色 如果大家想去烤鸡喝茶 又或者唐禮丸 其实两间是黏在一起的 可以经过这条都可以的 外面就是车来车往塞车的 往沙大道的位置 大概上边的来环路 我们经常经过的 每一次去方村买菜 我们回家都要经过上边的桥 现在当然是最塞车 至于这裏还有很多河花 我想不到现在这个季节 都还那麽漂亮 都十二月了 十二月几日 今天六七号 气又好 再加上今天下少少雨 其实如果不下雨 应该很火爆 因为这几天天气比较凉爽 天气比较凉爽 又不会太炎热 又不会太晒 又不会太冷 但是很多人跑步 你看 终于我们来到竹溪门口 看上去不是很冷清的 在这裏过去就唐历院 这裏过去 没错 有停车场 我们没有开车来 都有的 想办法总会有的 在哪裏上去的 好像在右边上去 今天有什麽特价 今天是星期三 金钱土 17元 原价26元 还有蒸饭 不过这些是中午的 又或者恒羊 河跳跳鱼 98元条 这些都是午市那些 富贵虾 又很有特色 常常换餐牌 好 入了来了 现在8点半 全场坐满 这裏是普通茶位 茶位便宜些 事于面前 这裏是茶黄厅 因为我们在外面找到位 所以不用进来 这裏还可以看到湖景 譬如这裏都有位 但不进来这裏坐 够光明 够舒服 又要有特价点心 通常广州早上茶市 都是要有特价点心才行 很多叔叔阿姨 要照顾就照顾 不用照顾 一早过来坐下 打等 好 我们就搞定茶杯 快点下单 讀餐牌 因为很多叔叔阿姨 喝完茶去买菜 看看有何时 早先 早茶时段 由早上7点到10点50分 即10点前 小点6元 精点24元 咖喱芝士牛肉酥 超点21 很多点心 这些我又不吃了 因为太过肥肥了 有时吃就好 这个 有趣 都不吃 但很小钱 紫酥蒸猪手 糯米鸡腐皮卷 这些我又很喜欢 但 蛋散 也是他们的蛋散 做得挺好的 我们会叫做粥福果牛肚 粥福果就是白果 没理由叫白果 广东人很讲义头 应该说中国人 也是很讲义头 所以 就叫白果粥 这些清乳也是好 还有 上面有牛仔骨 胡头糕 各种 炒面都有 通常我们现在喝茶 尤其是早上 在市区喝茶 都是连中午饭一起吃 所以会叫多些 到时打包回去也可以 打包酒 比如说有 排骨饭 咖喱牛肚饭 有趣 他们这里不做 第一次就做特价点三 陈皮牛肉丸 拌粉 越西 胡椒猪肚汤 酸菜胡椒猪肚汤 好 我们会选一个 都是24元 很合理 还有炸酱面 吃不吃 不过已经有一个主食 炸油条 炸油条 是炸油条 配粥 没错 蛋撻仔 挺多食物 不过我两个人不太喜欢 没有写多少钱 就是知道有什么食物 叫多一份什么食物 特价叫不叫 星期三 今天是星期三 金钱套 17元 好吗 特价不叫煎饺 水饺 是自己写的 93 4本 就够了 没落单 我们跟很多熟熟阿姨一样 都是喝完茶去买菜 这里环境挺好的 附近环境好 价格也不太贵 但是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人手可能有点而不足 所以自己操作有很多东西 但是也没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老熟客 老茶客 不像我们 果然是一杯茶 现在我们的点心就到了 第一个就是这个牛肚 白果牛肚 17元的 这个 是呀 生滚的 白果 多白果 倒 倒下去 一定要倒 我们喜欢这些 又有花生粒 牛肚也不少 17元可以 我先分一碗 与此同时 还有这个酸菜胡椒猪肚 因为冷了 吃这些东西就无所谓 广州人又很会倒身 这些冻冻的吃 驱寒 驱湿 驱湿 有多濕 它的价格是24元 都多 那个朋友酸菜 老婆说想吃酸菜 这个先放一会儿 我先吃粥 小问题就是 先后我们落单的时候 由于过于匆忙 原本会有的油罩鬼 就落错了 变成这个虾饺王 虾饺是这个招牌 虾饺是招牌 只不过就 不是我最喜欢那种 但是都无所谓的 至少观感够 但性价比较高 超高 因为它很大只虾饺 对了 拳头那么大 还是乒乓波那么大 我都不记得 我记得很大 我在我区近寒气 我就吃粥 因为我很肚饿 先试一下 看看猪肚是否软 不是一咬就软 但是它切得很幼 很小 还有白果 西国时是白果 即是银行果 是不是银行 上面结果 它要一拨一拨 然后摸一拨 然后慢慢剥一拨 剥一拨 才行 小时候吃 现在吃少了很多 剥白果有很多功夫 不过 可能因为名字不好听 现在吃白果的人 越来越少 但是对身体很有益 猪肚也多 这个是牛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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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白果 它也是有那种酷酷的味 我小时候经常吃 它也是有 它不像说 那些叫做 莲子那样 有条心在里面 我记得 很久 很多年未撕过 好 我们另外的点心 也都到齐了 这个是虾饺 24元 这个是特价 特价的 都是 这个是17元 这个是 咖喱金钱肚 先放一放 这些 继续吃这个 它的牛肚 确实不算很软 那种 一咬就散了 但是有个好处就是 可能没放太多东西去叶制 就是这样的 我吃完 接下来 我就想尝试一下 虾饺 挺好的 不会爆的 五大粒 这个可以给它拉 暂时看不到 它是有那种 芹菜粒 这个又可以给它拉 咬的过程中 这些皮都没有爆 因为改观了 以前 我记得 它是这个虾饺 大粒 它是抹染的 现在 质量提高了 但是 大粒 就很容易爆开 现在 大家看看 里面的虾饺 一样 都有很多 但是相对没有那么厉害 爆汁的感觉 挺好吃的 虾饺 我吃完它一粒 吃完它一粒 嗯 嗯 因为 好吃一点 所以 它只有三粒 就不是四粒 会散开 但是 没有那么多汁 里面 还有 也有那种 回甘的感觉 为什么我要先吃虾饺 呢 因为后面的两道点心 都是很浓 所以 一吃完粥 就吃虾饺 不会 吃完它 接下来 到它了 我反而想先吃这个 我说 要少一点 牛肚 这个是 猪肚 经常搞错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 这么容易搞错 就是 这个是 牛肚 这个是 猪肚 这个都是 牛肚 金钱肚 不同 今天 就是 内藏大餐 但是又不算那些 腎 那些 肝 肝 那些内藏 肚子 就会 没有那么大负担 不同 它在我吃足之前 已经试过这个 它说 很暖 吃完那身 哇 很辣 很浓 那些酸菜味 超浓 这个没有这个那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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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很厚一点 说真的 不过 大家要记住 我的牙齿是很差的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 应该是很厚的 嗯 不要做那么厚 分量都多的 已经有人一碗 OK 这些 这些 吃不完 拿回来再煮个粉 煮回淡一点 现在就浓味了些 来来试这个 下面还见了一些 那叫小的 这些粉 麵 其实老婆试过 她说 那些粉麵不好吃 啊 挪饱了 嗯 还有老婆都说 我的牙齿不好 要挑一件薄的来试一下 味道很香 嗯 嗯 面我肯定不会吃 我说你说不好吃 你说好吃 我都不会吃 我已经散烧烧 已经 已经 已经不太喜欢 是 是 比较嫩的 又咬口 不要说比较嫩 那 但我很喜欢它的调味 那些 像什么呢 星州炒米 那些咖喱 那些 是吗 是吗 鲜州炒米的味道 但是又不算辣的 特价嘛 最满意 就是已经吃完的虾饺 老婆最满意 她已经 再吃多次 还喝汤 但是这汤 那些汤呢 那些味道太浓 我有点接受不到 那至于我呢 就继续吃这个 那至于 这个 跟前度 我想那女儿应该会喜欢的 因为不想那么牵手 我们还是比较 特别一点 今天 虾饺是不打不撞出来的 就不是真的想吃虾饺 但是又挺好的 真的 他们的虾饺是我近期吃过挺好的 吃虾饺 已经没有了以前那些兴奋度 因为小时候 喝茶吃虾饺最开心就是腸粉 因为那时候是贵的 现在普及了 未来又吃得多了 没有以前那种兴奋度 但是这个呢 可以换起一些 以前那种兴奋度 因为现在的虾饺 大多数都是 夹着一个伞 有些是很幸运的 爆汁 就是里面有汁 还不幸运的 就是 好像蒸到一个干了的小笼 那些是最差的 已经好了 好了 我们最终埋了单 用了84元 茶位1元 我也不记得 好像之前 来过都是1元 他就不会点心打折 但是 茶房听贵一点 他不会点心打折 但是 就有特价点心 通常他们餐厅 这些茶楼 都是会因应客人市场的需要 各种来定价 是很醒目的 那我们结束了 不是结束了 不是结束了 喝饱茶 吃饱早餐 又是无无小雨那种 折回席帽 可以的 遮都不用开 你需不需要开遮 如果要在永庆坊 过来这儿怎么走 都是走回龙春路 一路走过来 都不算太近的 还已经开始要预订 这个新春宴值 应该要开始有了 分第一轮 年三十万 万市 五市已经可以分两轮 万市又分两轮 之前有那些 什么二十九元 接着就到 那些字很小 很复杂 很复杂 它写到 反正全部都分两轮 分两轮 如果过年来吃粤菜 没有位置 告诉你 初一早市晚市 都是要分 过年来 粤菜餐厅全部爆门 你可以去吃西餐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有观众问我 究竟如果农历新年 回到广州怎么办 围绕这个问题 我都苦恼了很久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为什么呢 分几种 第一 私人的小店 那些小食店 基本上不开 因为他要请公仔 请公仔 然后要付四公 还是五公 还要付丰历市 封历市也算了 人家还要很不情愿 因为如果那些公仔 是工人 是外省的 外地人 别说外省 人家也要回老家 一来老板又不喜欢付那么多钱 二来又人家也要回老家 要陪他家人 所以通常个人的小店 鱼头仔 比如说可能 珍珍腸粉 猪肠粉 他们可能不会开 第二就是那些连锁式 比如麦当劳 麦当劳连锁式 那些是一定会开的 是的 其实不是过年是吃麦当劳 一定有食物 不会失手的 再来就是 好像面前刚刚这些 这些是写明会开的 都是本地的老板 全部都要预约 但是全部都要预约 你想着我走进去喝茶 事不可能的 很难有位 要么你晨七这么早 总会有些散客位 但是只是说喝茶 凡事可能都很麻烦 打个电话过来预约 所以大家如果想着 农历新年的时候 回到来 就最好不必了 或者你可以像我们这样 你在街上走 你觉得那间挺好的 就吃了 就不要想 而且一切就用 吃西餐 和麦当劳 作为一个逼选 因为港州还是比较多的 是的 已经好了 顺德就麻烦了 是的 顺德就麻烦了 你基本上 真的逢之间 我们试过去年 刚刚过去那一年是顺德 没有弟弟他们要 他爸爸妈妈 他弟弟开车去 饭都没得吃 直至要回到家附近 才有饭吃 又是捉奸 很搞笑的 因为正如我师傅所说 尊得更多的私人老板 就是家庭识作方 他又不愿意做 很可憐 叫了那些 你知不知道 家庭识作方就是怎么样 以前就请工人做 三公 工人要放假 要休息 要留在家人 叫他们自己的姨妈姑爹来做 他又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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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搞笑 所以过节就尽量 不要去顺德 广州也更好 留在老城区 西关应该可以 我们继续去市场 买菜 都是去隆春路 但是在荔湾湖公园 有两个市场可以去 就是多宝路市场 应该是逢原市场 又或者是 我们现在去隆春路市场 先头我曾经说过 究竟如何去 永健坊 在这裏 你认着这条冲 认着那些船 因为那些船 是会去到永健坊 大概 都很远 很麻烦 是呀 很麻烦 你不懂路 不要考虑 都挺麻烦 错了 就回不了 很烦 去了网沙 确实去得到 黎黎湾湖公园 现在开始停雨 很多叔叔阿姨 就可以不用担遮了 这条树木又够多 我们当然认得到 认着几栋建筑 不是有时駕駛 经过中山伯 那些位置 我们都猜到 方向也是推断到的 正前方 就是半溪酒家 在这个方向 过去 大概多宝路 大概只能说是 同时如果你去公园 走得累 又可以去前面 买一瓶酸奶 又或者是 那个叫做 粟米汁 都是可以 够饱逃 又或者在这些 酒廊里面 看看 阿姨唱歌 跳舞 叔叔下棋 坐啤 挺开心的 我们也有点 对 我们也有点 有点 有点 对 有点 如果作为一个游客 你时间是比较短 逗留在广州的 当然未必会进来 黎湾湖 但如果你时间充裕 我强烈建议你 入一入来 就算你不像我们 全部走光 也好 在半溪酒家旁边 有个入口 有个门 在那里进来 简单看一看 也可以 而且在那门进来 除了有半溪酒家 还有另一间 叫做西关人家 西关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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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历院 唐历院 唐历院和半溪 差不多 这么高消费 唐历院 容易找到江河边 湖边 但是 9点半以后才有 已经被官方点名批评过 为何9点半 真好笑 是呀 9点半才有 9点半才有 是呀 想找个位置 因为你茶位 你普通的那些 你都要10元 如果想坐得舒服些 你当然给多5元 同样都是 看到湖景 如果你作为游客 当然想来到湖景 不像我们特等那天 去吃特价点心 对不对 今次不来 明天来过 后天再来过 天天来都行 但如果作为游客 就不是的 当然想玩好些 去半溪 我推荐半溪 因为始终去 唐历院 但问题是 唐历院吃了之后 如果要去兵献坊 其实不是 但是半溪要去兵献坊 一点都不难 一条直路 过去就是了 对了 我们现在走这个方向 全部围细围 我猜应该是为了农历新年的事情 做准备吧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会出到半溪酒家的门口 如果你说广道和北京路 对比北京路当然是核心地段 但是如果说最有广州的味道 反而我觉得是荔湾湖 至少至少现在 大家都听到 很多叔叔阿姨 都是老广州 喝了茶味 北京路 大家有看过我的影片 很多都是游客 你当然要去北京路 但我觉得北京路 要焦的味道 你作为一个游客 你去到大炸饭 吃饱了之后 看完对面的大佛寺 就走得了 其实我可以和大家说 北京路没有问题 大炸饭你觉得不好吃 但是观众 游客会觉得很开心 在里面拍照 对 但是如果游客的话 回到这里附近 荔湾湖又可以走 以前这里就是西关世家 又是可以拿龙鳥 进去喝茶的地方 星头我们也看到 有些哥哥拿着龙鳥喝茶 走出来 这里很开心 我们也来过 这里又是坐在湖边 其实我相比竹溪 我更喜欢这里 现在已经回到黎湾湖的门口 在旁边也有素食自在餐 再确认过39元一位 好像是中午10点半开始 挺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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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楼二楼的 挺好的 种类有很多选择 有蛋撻 有蛋撻吗 有蛋撻吗 好像有蛋撻 走到永庆坊 没错 跟进一下 这里是龙鳥西路 怎会是龙鳥东 龙鳥东在维福路那边 龙鳥都是很长的 沿着这个坊 走到路底 还有很多餐厅 不一一世嫂 因为不一一世嫂 因为太多了 太多了 小吃的又有 有餐厅 对面有广州酒家 香港人 一百多年 都是 是的 有几间路线 是的 这里又有花卖 各位观众 如果农历新年回到广州 你又不知道去哪里 找食物是很害怕 店铺关门的呢 我给他建议你 就来这里附近 首先他肯定是 很有 广府广州的气息 老城区的气息 但是你要慢慢认识 如果你认识 还少时间快乐 看完就走 真的不好 要慢慢走慢慢看 看看街道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说 纯粹是想来广州玩玩玩 其实千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说农历新年的时候 餐厅绝对不会令你失望 那些店铺也不会关门 因为它的租金是很贵的 不会因为三宫四宫 所以他就不开门 开小日他都不满 我昨天去过一次 那些餐厅都挺好的 不过就不会有广州味 只有一家小丙性 我不怕开名 上次我去天堂想吃那家 排不到一家 那家是挺好的 价钱又不是很贵 真好吃 他说得就是 那些天堂的米枝连连锁 他说得很讨厌这三个东西 但是他都说好 二十多元的菜 三十多元的菜 再来对面就是津津菜馆 刚刚遮住了 我估计他过年应该都会开 这么好生意 但是如果过年要来 你一定要很早很早 现在喝完早茶 好像我们这样 轻轻走就过来 再迟就没得吃了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吃 嗯 都好吃 都不好吃 既然都回来 那就试一下 是不是 到时天气冷 就不要坐出路边 坐回里面 炸豬大肠是挺好吃的 鸡都不错 前面又买一些马蹄粉 都说过很多次 不一一小数 买马蹄粉来这条路 是 之前说过 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 因为那时候疫情期间 听到都当听不到 我推荐这间 因为他们 我其实都说过很多次 我的审计就是回来这间买 香港人 经常是自己回来买马蹄粉 好像现在可以寄的 或者你买完一次后 问老板娘可不可以寄 马蹄粉这裏买是挺好 还有清热 最好的清热 马蹄粉又不会很寒凉 我发觉有骑楼的地方 有骑楼 又或者这个荣生 在光效路有的分店 那间就没有这间坐得那么舒服 这间坐得舒服一点 就是这样 荣生遮遮煲 我们上次都试过了 方村那间好吃 没得说 和方村比 方村一定是好吃的 是 我们又来到黎湾路和龙津路的交界处了 这里又开了一间新的 广丽老字号 广丽老字号 斩料桌 看看 又有餐食 即是烧纳快餐 现斩的烧肉 烧鵝 我见到 43元一斤 我见到 和文昌鸡 20元半只 那是值得吃的 烧鵝饭 我见到 25元一盒 我们又来到龙津路市场 很热 可能因为刚刚停雨 早上下雨的时候 很多人就没有来买菜 留下现在买什么 手苹果 5元两间 要选择 有些烂的 要慢慢选择才行 还有些好些的 4元半 刚刚遮住了 富士也好 现在苹果一碟了 到了过年的时候 就会好 放了很久 什么 走了再走 这些店全部都是卖苹果 先选择 先选择 慢慢选择 那里又有 这里又有 我看到猪肉 10元 大皮上肉 猪骨 15元 来到现在这个时间 又看到苹果 不出奇 我们买东西也是这样的 通常外边的店铺 都是贵一些 都是很正常的 来到龙津路市场 都是以往这么热闹的 多人的地方 也是多人 那里卖鱼 买卖鱼 你看叔叔 买鱼 买鱼 因为这几天天冷了 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冷了 就想吃鱼 很有趣 在这边卖羊肉 比较便宜 但应该是要租 写住 干水 后边就是、买完羊肉 买的煲汤料去煮羊肉 又是好吃的 停了雨,人就越来越多了 多少人买? 什么? 三档? 早几天见过 又打算买律师 早几天买的已经吃完 12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无论13元一斤 这里卖25元两斤 很多人买的 天气凍食就只好 云南无律 100元一斤 还有可以打皮 如果今晚吃就打皮 煮菜 煮菜羊 三板律 6元一斤 几大粒 味道 由于人太多了 真是厉害的 终于见到位置去选 好处是 它还可以慢慢选 还有瑶芷 这个颜色黑一点 黑一点 这个甜一点 老板很厉害 这个支付宝 还可以 每次好收 13 15 和10元 因为很多客人买 都是固定 差不多的 针码 13 15 和10 吉利亚 天气一冬 有砂糖吉 水果 这些一应居厨 还有 尺 水尺 大京尺 又或者羊肉 是的 这里我讲过很多次 不下十次 真的 它经常会变 到冬天就卖羊肉 夏天就卖荔枝 到后来都不关车子事 所以他想 又来到洪福市场入口 都是里面 村步难行 很湿 我们会买些菜 菜心 菜心 2元一斤 放在门口 不用进去 慢慢选 这里又干水 又够粗 又没有白点 3元 现在菜心 好吃 开始 天气冷了 再迟些 还有池菜 我们又决定进去 里面又是 这么多人 里面有什么卖 不知道 买一只辣椒 西洋菜 都可以 最近西洋菜 不是 近期吃了很多 看看 多少钱都好 这档老板 他连他都卖了菜心 还有折瓜 还有折瓜 还有大菜心 老板 平时就 喜欢 穿得少 穿衣服 现在就穿密实 现在很多人 就是 购买 裂菜 酱油 去炒制 监制 鲜油 做给我们 做的 一个 香港人 今次是出了 我们的股市场 都是正常的 不会因为下雨有什么特别贵 该贵的都是贵的 该便宜的都是便宜的 要吃菜的都是要来买菜的 买辣椒在这里 是吧 好啊 一斤以上两元半 我们吃了两只 我们广东人吃到金针菇半只 那两只辣椒要七毫尺而已 再来 再要些金针菇红萝卜 一旦区全 再买些红萝卜 这些红萝卜就因为有泥 七毫加两个 三元三 是 再有红萝卜 买了三样东西 五元七的 今晚又有得吃了 也都是简单来买一下 买少点菜 正如好像大部分港湿人那样 吃菜是要吃新鲜 我们就决定是这样的 生菜是要新鲜 生菜这些是放不到两天 辣椒都还可以 还有木瓜两元三 今年木瓜吃得不太多 或者折瓜 还有折瓜卖 还要一元六毫一斤 还有青瓜卖两元三 现在来到时间是十点半了 市场是超级多人 正如好像早几次来到这里所说 大家如果想回来感受一下广州的气氛 你又是在广州长大的 我觉得一定要回来这里看看 这些味道真是所剩无几 跟你们小时候遇到的差不多 当时灯光不太猛 再来还有 大家看到面前的灯 我记得这边已经开始改了 好像是这几天 12月1日 还是月尾就要全部改了 所以大家看到那些灯 全部变成白灯 不是红灯 挺好的 接着再买点紫苏叶 今晚可以炒盛紫了 因为那些盛紫便宜了 这里是两元半斤 西洋菜都是两元半斤 即是四元一斤 两元半斤 我们买了 老闆就是全裁最忙的 好生意 他有半斤买了 两元半斤 老闆都没有时间来看 我又没有付钱 人来买盛紫 两边都是12元一斤 自己慢慢选 那里有多重 我们买了盛紫 18元半斤 现在抵食 18元半 你看 市场往日只有一袋 就买15元 现在人多了就斗鞋 有竞争就是这样 最好是你们买的 是买的 只有一袋 只有一袋 本着会买15元 这么大袋 好 终于我们又买齐东西了 就要经过这一段路 回到外面 又有送货的 又有进来买菜的 店铺 全都放出来 这就是龙遵路的魅力了 有部运货的车 入到来 到底是买什么呢 其实都看不到买什么 就是这样的 穿到白鞋 已经变得黑了 好像这样的感觉 在广州真的为数不多 正因为这样 所以他们在这里 买东西才便宜 但又因为 买东西便宜 所以就 应该怎么说 所以就这么骚髒 看到白果买 10元一斤 现在还看到 好像秋天开始 多了白果食 如果你想感受 热闹的气氛 当然是早上来 就像今天 刚刚下午 最多人 但如果你想来 看买买 反而下午就会好一点 看你怎样选择 如果不怕这种感觉 不错的 其实真的很有本地 生活气息 最有的 不是很有的 在西关那边 那些市场 其实西关那边 住的人越来越少 反而在这边住的 大多数都是 广州人 本地人 所以这些市场 是特别的 我们都不止说过一次 每个时段 都有它不同的味道 每个季节都是 似乎在星巴克门口 都是这些阿姨坐在这里 他们都不是喝东西 但都是坐下休息 那些店银口 店银口又不会赶他们的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 都是时候要结束了 又买了一大堆 跟去西朗不同 西朗我们有开车 当然是方便 这里没有开车 不敢买那么多 都拿到肩膀都歪了 好了 分享这部影片给你的朋友 又或者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 现在就开始炒这个盛子了 那会下什么酱 这里有一些 没有豆豉 我其实不太喜欢豆豉 还有些蒜头 姜 都是正常的 再来这里 就是买那些紫素叶 再下什么 糖 味道更丰富 盐、糖 购买了几次 13 14元 值得买 这么大盒 而且它移动 都不是 回来 回来都呆呆的 冰过就当然呆了 都不移动 嗯 这边就煮了一煲水 灼熟它先 灰水 是吧 嗯 好了 现在水就滚了 一滚就扔下去 煮 再看多次这些盛子 是 这些盛子 是 这些盛子 应该是吧 有很多 这些盛子都有黄色 这些盛子也有 那就好了 盛子 差不多 这些盛子 也有 那便好了 不用油 盛子 这些是冰水吗? 不是,没有冰 没有冰 没有冰 还有些水 过冷河 算不算过冷河 算不算过冷河 算吧,挺肥 让这些肉爽一点 爽什么鬼,乱不住 那些杏子已经过过水了 现在我们在说,加工费也值的 做这汤很快 要处理 又不是专家 是家庭版 还要刚刚上网看看如何煮 好了,现在锅热了 加油 爆香的姜中蒜 这样的 接着,这个动作 这些扒当然要拍 接着,哇,好多 这些火烟 热到最小了 这些火烟 因为蒜头会焦 哦,即是怕蒜头焦 对啊 接着就加辣椒 哇,会不会 咳 这些火烟 那些火烟 嗯 嗯,大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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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现在已经炒了 大厨呢 一大厨浸下去了 那些火烟 就炒辣了 我们并不太烟 好辣 整个屋子在打黑丝 现在好一点 过了最厉害的时候 都是要开个秋风 落圣子 要不要打芡 要不要打芡 都要打芡 好吃些挂汁 哇 计算了姜葱蒜 这里花了16-17元 但是辣椒味很厉害 其实已经熟了 还有这个 拿芡汁出来 其实这个鲜油已经一早搅好了 倒下来 一边炒 这个芡汁 倒下来 芡汁就会收火 还要这样慢慢灑 这个芡汁 没有豆豉 我不喜欢吃豆豉 其实是 我不喜欢吃豆豉 但就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吃豆豉 所以不加 哇 下边看到的燕汁 令到每一只都有味 哎呀 嘟到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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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辣椒很厉害 又挺肥的 这个角度就看 这个角度就看 有点熟一点 女儿已经在外面吃了 说明 这里菜是很正常的 不是 那些辣椒 而且刚才 因为没有开秋风 都是很正常的 等一会再和大家慢慢说 煮好了 煮好了 又挺肥的 像这种 行不行 那边 好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